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被身边所有人无视,以至于抢银行都没人制止的故事 次郎虽然是个大活人,但他在生活中总是被当成透明人忽视 在街上走路,行人像是没看到他般,总往他身上撞 去店里吃饭,服务员直接无视了他,只招呼另外两个客人 但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毕竟自己从小就没有存在感 妈妈明明把他背在了背上,却还是急得到处找他 初中时向同班女生表白,对方连自己是谁都没印象 参加了公司的旅行,同时却以为他请假了没去,还给他送特产 参加跆拳道比赛,裁判却因为无视他,以为他不在场弃拳了,宣布对手胜利 这种被无视的程度似乎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厉害 当他在餐桌上落座看菜单的时候,才发现对面竟然还坐着个人 常常被忽视的他,居然还有忽视别人的时候 对面这个男人叫迎山,也是个在生活中存在感为零的人 次郎惊讶地表示自己和他一样,还顺手给他表演了一下招呼服务员 却被无视路过这种日常经历,说自己无故矿工几天都不会被发现 有时连自动门都感应不到他,即使坐在抽水马桶上,按见了也不会出水 两个境遇相同的透明人会心一笑,一见如故 迎山说因为这种事情发生过太多次,有时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变透明了 次郎开玩笑说这样可能入女浴室都不会被发现 在发现自己好像说得有些过分后,次郎赶忙道歉 不料迎山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要干就干点大事,比如抢银行 虽然他们都是存在感很低的人,但迎山形势要比次郎放肆大胆许多 次郎平时最出格的不过是矿季天工,但迎山还会经常不付钱吃霸王餐 他想通过抢银行去教训那些无视自己的人,美其名曰透明人的革命 为了检测自己的透明程度,迎山带着次郎凑到女孩们身边一起合影 到舞台上捣乱,到球场上,迎面对着打球的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们,这让他们对抢银行信心倍增的同时 也对世人的无视很是耿耿于怀 抢银行不仅是为了报复,为了钱财,更是为了让自己留下存在的证据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行动了,跟其他人带头套举手枪抢银行不同 他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还光明正大地直接把钱拿走 那些丢了钱的人只会满地乱找,却根本没有发现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把钱拿走的二人 他们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拎了满满两大袋钱就要出去 没想到感应门根本感应不到他们的存在,愣是没有把门打开 就在他们站在门前等人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不料却等来了真正的抢劫犯 劫匪将人质凑成一堆,对边上的二人无视到底 他们第一次生出了作为透明人的庆幸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劫匪为了恐吓人质随手开的一枪,竟然打中了影山 或许是人质将死,其言也善,影山忽然顿武 与其通过报复无视他们的人留下存在的痕迹,不如去做真正能让自己引以为豪的事情 次郎被他的一番话深深感染,于是走到那个劫匪背后,朝他挥去一拳 劫匪倒地没多久,警察就赶了过来,用网将劫匪套起来 可是他们谁都没有发现,次郎也被套了进去 他被迫跟着那个劫匪坐了十年的牢,这十年里没有一个人发现他的存在 次郎向影山询问起母亲的情况,他是单亲家庭,是母亲唯一的亲人 母亲一定很担心自己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经把答案猜出来了 本片来自系列短剧,世界奇妙物已知,相信着自己的男人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咱们下期再见